我是景晴媽咪 小朋友在Cheerful Kids 讀啟思中文課程的小學第四級 我打開一本書 我發現我小學應該不懂那麼多字 但現在是要求他們寫出來 詞彙都未懂 怎能寫出整篇文章 我會覺得比較困難 所以我會覺得我要幫幫他 他寫作的 你要寫地點、時間、人物 還有結果、原因 這些分拆後 他會慢慢組織 想寫一篇文章 如何把這些元素放進去 就不會漏了 沒有說到 又分拆 再變成組織 再寫自己文字 其實對一個小朋友來說很難 我會覺得在這個課程中 他可以教他這方面 仔細想到小朋友需要很具體 告訴他如何做 這個課程是可以的 我會覺得是可以做到給他 我在醫院封鑼 我寫下一些文字 第二天我下班回來 就看到很開心 看到他拆了我寫的字 寫了很多中文字 回應我 他問他媽媽要簽通告 幾月幾號要交假 然後再畫一些公仔 然後又寫了 警情字 我覺得很開心 刀字是兩邊包圍 學校功課時要舉例寫幾個 他就想 我有了 要鬥快地跟我說 巨子 巨子 巨子的巨子不是兩邊 對 這個正確 然後問他 剛剛選擇看看 再搜尋一下 也對 這個都可以 那你懂得做 搞定了 我想我會推介啟斯中文課程 給其他家長 尤其是小學小的 或者幼稚園更加好 因為早點開始 讓他們打好根底 中文是怎樣學的 有什麼方法去入手 起碼他最重要 不怕他肯接受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要請留在哪兒 我會討論 我們就請留在哪兒